上班之前咖啡机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现在来讲上班怎么去操作 首先我们把水箱有3公升3000cc 我们可以直接拿着水箱去加水也可以 或者是放入机器以后再加水也可以 放回去的时候我们是有上往下垂直往下放 然后往下压 气发会吸住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们要记得我们的这个脚是在右上方 下压 再来第二个动作 我们的这个抽屉 它清醒的时候呢会是这样子拆开 那放回去一样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脚很明显是在左边 然后再把它放到下面 往里推 那往里推要推到底 其实有时候我们有伙伴没有推到底 会造成咖啡机没有ready 其实是因为这边有个sensor 它会去感应你的抽屉有没有放好 在这边有个sensor对应这个 它要推到底 它要推到底 有些伙伴没有推到底 那咖啡机就会大叫 推到底 这样摸起来没有吐起来就好了 前一天的粉盒 我们把它开 然后这个水呢 记得转回来 然后打开我们的面板 下班的这个 我讲的很重要的这个洞 要对着我们机器的这个转轴 然后放下去 好 放下去 然后一样 这两个爪子 好 往里推 它会往下 好 摇摇看 确保它不会晃动 就代表我们已经放好它 然后把面板 关起来 盖子 盖起来 好 这样是记得锁上 再打开我们的电源 在后面 这里 好 切回去 就可以开始进行我们的满机流程